主要是看他这个报告的一些内容 其实报告它主要的讲的 其实和他竞选的纲领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他的一些做法 那么目前看的话 就是今年的重点就是基础建设 我们知道中国呢 可能好像现在的话 从基础建设方面来讲 可能确实是比美国还要先进 这种陆陆的运输的这个方面 确实比美国要先进 这个是从各种消息上都能够得到的 所以美国的话 现在他希望通过基础建设 然后去进行这个一次整个的 他美国本土的一些升级改造 这么一个事情 提高他本国的各方面的基础 基础设施的这种 这种这种程度吧 好 那么他会带来什么 第一个消耗现金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的1.5万亿美元 一个计划 如果实施下去 就意味着这1.5万亿美元 会变成约略价值 可能约等于1.5万亿美元的设备 或者是一些火车站 或者是一些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那么他就变成了一种什么 无形资产 那么他会消耗掉大量的现金 那么他为什么可以去消耗这辆现金呢 就是美国是在通胀期 美国是在通胀期 那么他开始有大量的可流动的现金 去进行投资 那么他将伴随着 就相当于是说 他可能会消耗掉一定量的现金 那么同时 那可能会 大家可能会想到 他可能会延缓美国股市的上行 这个我同意的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 基础建设的投入 他也会从其他方面带动经济的发展 所以他这个地方 我觉得一方面是消耗了现金 可能是对资本 特别是对投机性的资本市场 是有一定影响 但是他也带来了经济增长 那么也就是讲 他又从另一方 另外一方面支持了股市的上行 所以这个力量 我觉得是相抵消的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解盘的时候 我说了 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市场的这些人 总是希望市场出现一些 什么出现一些经济危机 或者是这种 当然我说的是全球性的 包括特别是美国 美国是一个标尺 出现一种大的 那么从刚才我讲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 它好像力量是相抵消的 所以 在未来的这几年当中 也许美股保持在一个高位的调整的 或者是趋向于横向 这种或者是震荡的一种上幅 这样的可能性会更加的多一点 更加的多一点 好 那么它带来的第二个变化 那带来的第二个变化 就是对于什么 对于基础的能源的需求 也就是说 之前在过去的这个将近十年当中 全世界最大的资源需求 当然是中国 那么随着美国的要搞基础建设 我们知道基础建设 就是什么 就是基础材料也好 或者是建设所需要的材料也好 对吧 那么包括铁 对吧 要有钢铁 那么水泥等等等等 这些都需要 但是接下来就要看特朗普的政策了 这里边会有一些很微妙的地方 人家说需求增高 那是否就意味着原材料价格的升高 这个 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去年我记得我写一篇文章 当中也提到过 我说美国 在解决原油问题上的时候 他宁愿从本土 去开发页原油 也不去从 什么 从海外 在进口 更大量 石油 你知道从 原油的 成本大概 最低 可能也要到 四十五十 美金一桶 你知道最便宜的 应该是沙特 大概十几美金一桶 十五到二十吧 它的成本是比沙特那边高 将近一倍的 但是现在看来 美国还继续的进行原油的增产 以满足它本土的需要 为什么 如果原油被其他国家所控制 相当于在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是受控的 对吧 那么它通过本土的这种经济 这种技术开发达到了什么 达到了一个能够满足 大大部分的满足 美国的本土的 对石油的需求 从这一点来讲 比如说 美国是这种能力的 所以 基础建设 对于美国来讲 那么原油 肯定是一个 就是汽油 汽油柴油 这个对基础建设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 对吧 但是美国已经 怎么样 已经把它解决了 那么另外一侧就是 钢铁 水泥 等等这些 那么有人说 那么铁矿石是否也需要从 海外进口 也需要从海外进口 那么看一下历史上 历史上我们知道 美国有钢铁大王 谁啊 知道吗 美国钢铁大王是谁 你应该都知道 卡内基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对吧 那个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钢铁产量 占到全世界一半 核心 就是意味着 其实 美国是具备 开采 然后生产 冶炼 钢铁这样的能力 对吗 没错吧 这样的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时候意味着如果它采取和原油一样的政策 那么它采取本土 美国本土开采 而不采取 对当初就是考虑的 因为基础建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再去开发了 但是其实美国本土是有钢铁处量 而有人说钢铁的 这个就是不是钢铁 就是铁矿石的这个品位低 那么DNAO的品位更低 美国不一样开采了 是 巴西的品位高 这个这个美国本土的品位低 但是实际上 由于在之前若干减 美国不需要做基础建设的这个投入 也就不需要大幅再去开采铁矿石 所以在各方面 这方面投资实际上是降低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地方 我们需要观察这个 也就是讲 从传统 为什么我说到今年的下半年 我可能感觉铁矿石会大跌呢 因为从这个认知上 就是刚才我讲一个是正常认知 所以正常认知就是 现在铁矿石生产 今天的量是这样的量 对吧 然后呢 当美国开始增加需求的时候 那么是有利于铁矿石价格上涨 符合大多数人的一种思维 但是我刚才讲的是另外一种思维 那这种思维相应是什么 美国不需要从海外进口 那你海外的量 是依旧供给侧 依旧是供给现在的需求侧 那么我不需要你这些供给 我自己要 我可以开采 我自己自足 我满足我现在的需求 我不需要你们的铁矿石 如果是走这条路线 全世界其他的矿石生产商就倒霉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如果他是走这条路 那么对于其他的 这些尤其是澳大利亚 这些铁矿石生产大国 就会很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方面不需要你的资源 另外一方面 他通过加息的手段 进一步怎么样 打击一个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最近的公布的 就今天吧 今天白天的时候公布的 澳大利亚的这个CPI 也是下降的 也是在下降 那么也不叫下降 我们就不如预期吧 不如预期 那么当然也是不好的 也是不好的 不如预期 那么 美国如果不需要你的资源 而再次进行加息 那直接渐渐影响 就是会导致 你其他地区的通缩的情况 通缩的情况 所以这个事情 就可能会引起一些 后面的一些连锁反应 所以他这个 我们知道去年 他提到的这个基础建设 是一万亿美元 而今年到今年 他已经提高到了 1.5万亿 所以这个地方 是我觉得会 我们重点要关注的 当然他目前对我们的市场 还没形成影响 其实我一直在讲 我说今年可能 1月份 2月份的这个行情 不是特别的容易做 因为 随机性蛮强的 周期性呢 也不是特别好读 当然 我所谓的不好读 是说 到底什么周期 起到作用 当然均线是 有人同学说的 昨天这个 纽币也好 黄金也好 都是走到了四小时的支撑 但是这个地方 到底他能起作用 还是不起作用 是我不能够确定 但是他可能会被破 但他可能起到支撑 支撑的作用 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 50%的一个几率 他不像之前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反转点 你不要 四小时级的 四小时级的这种支撑 是没有意义的 但现在我是不够确定的 因为 现在他的力量并不同意 力量并不同意 好 那么这个是 我觉得今天特朗普 我在国庆资格里边 重点讲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就要看 他实施的过程当中 对于资源的需求 到底是由美国本土 来去开采 还是从海外进口 我觉得他会选择前面 他已经明确表示 他要从各方面 去帮助美国的产业链 进行一个升级和改造 那也就包括什么 包括从基础的原材料 基础的投入 包括这么讲的 如果是按照他的想法来讲 他肯定是宁愿从加拿大 去进口这些资源 他也不愿意从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和巴西 去进行这个资源的一个进口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会更紧密一些 更紧密一些 这些都会逐渐的 我们可以在市场里面观察